大家好,我是張哲晨 你可以叫我張一下好 目前我是在中國衛材擔任 是主導著我們現在在一個品牌重塑 來轉型的一個階段 是在主導的一個案子 相對業務的一個是我在這裡主導 那今天我大概會分成三個階段一下 那前面我會稍微帶過一下 就是我們公司,公司是什麼樣的公司 那基本上我們是叫轉財 都可以大家讓你們介紹一下 那再來我們就在介紹我們的品牌所說 我們是經過什麼樣的一個方式去創造出一個新的品牌 怎麼去轉換我們本來的印象 那再來最後就是我們品牌轉換以後 我們怎麼去執行它 然後執行了以後它代表了什麼效果 那中國衛材呢 我們是在1947年創立過 所以今年已經是我們第70年了 那我們在這過程中其實也換過很多名字 以前叫日動,叫歐夫衛材等等 那我們現在台灣我們是第一家生產醫療耗產的 那在那個時候呢 其實大概八九成的耗產醫療的東西 其實都是從日動過來 或者從國外過來 那時候台灣沒有這種生產能力 所以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就是去日本學了一些技術去接 然後回來台灣 在台灣設廠 然後最後開始生產 那因為我們經歷了71年 所以我不會一年一年站 我大概我會只要20年20年這樣講比較快 那前面20年的話 對,我們就是創業農師 它是生產 那我們主要商品就是為沙骨 這種連棒的東西 那再來的20年呢 其實它我們主要的策略就是 我們擴展我們的產能 然後我們增加我們的產能性 這只是一個製造廠 這個最基本的一個目標 那在這時候也是慢慢有 不止步的東西進來 那這時候呢 我們也是有搬到越來越大的廠 然後繼續自行 那經過了40年以後呢 在這個階段的 1987到2006 這20年是改變比較大的 在這時候呢 很多工廠都開心要認真 因為是醫療商品 那在這時候 我們就也取得了 iSearch C-1 GMP 那是比較針對醫療 然後在這時候 我們因為那時候 人工廠的關係 也到了公館去設藏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在這時候 也是我們第一次跨境 跟一些 跟商店所合作 那如果說 大家會有期間 大概這個時間的時候 那時候 跟商店是沒有賣什麼 火配棒啊 口罩啊 那時候就是 就是藥啊 也是 那我們是 第一個他們 找我們合作 把經驗商品 慢慢變成 有些用品 所以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就是蠻大的改變 其實在我們2000年 我們開始生產 口罩 那口罩那時候 台灣其實 沒有很多人生產 那現在就是 一瘋窩 很多人在生產 對 我們現在是第一家 所以在這時候 我們多增加 那些口罩 然後免耗類的東西 那再來的十年呢 其實這個就是 我這邊在醞釀很久 要 那時候我都還沒有行照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組備 準備要開始一個行照 那這時候呢 我們公司怎麼變換 其實有PRP的輸入 然後開始 製造一些新的產品 然後這是我們明星的商品 就是明天主 或許會談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強化我們一種廠 我們這個是一個廠組 我們是一種自動廠組 所以它裡面是不用人力的 那在這個階段 其實也開始創造了行照團隊 然後在2015年 我們共識 終於有一個行照團隊 那我是2011年 我來的時候 其實正式傳遞 我是這家公司第三代 那回來以後 我遇到很久以後 過了四年後 才創建行照團隊 那行照團隊創立以後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 2016年 就開始跟TDM這邊合作 也跟TDM這邊合作 也跟TDM這邊合作 好 那我們公司 再簡單一些資料 就是我們大概是20000以下 我們大概都公司的那個階段 都算中校期 那在台灣的話 我們現在九七年TDM 口罩 一些基本的 意料耗材 然後我們又有一些 特殊的 像OEM的產品 所以我們 像美軍的一些 戰場上面的套材 是我們身材 那你們的產品的話 因為我們產品 其實真的 太過量了 我們包含威德 大概有七八公尺 所以我這邊 只是會講一下 主要的類型 像是Bone袋類 手術手套 一些防護衣 那我們比較大的產品 其實在這邊 口罩 濕精類 綿片類 那 就是兩個最大的產品 就是我們口罩 口罩 如果大家有去 老師多 去城市 其實這些都主題 在製造 那我們 九七年TDM 在台灣 也是 也是差不多 佔了差不多七層以上 是這樣的 那我們 全世界 其實差不多 六十八公尺 都會有參與參 那 那樣大概就是 我們公司 比較基本的 因為我想留多一點時間 在後面 我們品牌 去重塑 去轉型 然後這個 TDM的安靜開 我們故公司 幫我們去做這個品牌 其實 對我們來講 是造成這個 對我們是一樣的效果 那 所以 前面講的 東西 其實你也感覺到 我們是非常傳彩 我們就是共產行家 我們行銷團隊 也是 創業六十幾年 才會有一個行銷隊 所以我相信 現場還有很多 存在的 員工是老闆 那其實我們 我們的公司 就是這樣做起來的 那在品牌重塑的 第二階段 我會請我們的 品牌弄的公司 也是 台灣數一數二的 像 台中的各居院 或是 台灣的 WC 也都是他們 一手做起來的 所以 我們就 請我們 這項公司 SAKARMA 的一個 專案經理 Razor 來講解這部分 嗯 大家好 我是薩巴韓的專案經理 我叫Razor 那接下來 我會為大家 帶來的 就是我們 在這個專案裡面 為他品牌重塑 就是我們提供的一個 服務的內容 來跟大家做一個簡介 那首先 開始我必須先說 就是Jung給我們 一個很大的support 在整個專案執行的過程 跟討論當中 所以我們才可以激起 我們認為 覺得非常精彩的活化 從一個 傳產的公司 可以到現在 這樣的改變 的確中間是需要 一些辛苦的過程 那接下來 我會向大家說 我們這次專案提供的內容 第一個我們 首先是 我們的內部集合 就是我們公司的 參訪 及管理團隊的訪談 針對未來的目標 以及想要執行的方向 做一些初步的了解 那在外部飢渴的部分 我們規劃了 市場調查的部分 以及我們的購買商訪談 教練團體訪談 請問券的調查 在下一步呢 我們就我們的品牌定位 這當中 就包含你的策略 你的個性 價值 故事跟標語 以及我們最後的 品面設計的部分 可以說這是一個 非常完整的一個專案 我們從前面開始 到後面的產出 基本上我們都包含了 那在內部飢渴的部分 我向大家做一點簡介 第一個是 CSD 他現在首先 專注於的是 醫療口罩的部分 那他專注的市場 目前是台灣的市場 那主要的優勢 有三點 就是品質、風格 跟我們的售後服務 是目前中衛的主要優勢 那我們當初 在進行專案的時候呢 還沒有一個太多的行銷經驗 也正在組建一個行銷團隊 那我們目前是有比較傳統的公司 邁向改變之路 我們在B2B的市場知名度 非常的高 但在B2C的市場知名度 相對的比較低 這一點非常有趣是 其實大家回家開 你們家的醫藥箱 上面都會有中衛的logo 但中衛這個名字 CSD這個名字 就比較少被人記住 這時候我們這次專案的 一個重點的改變之一 那我們希望 CSD希望說 未來可以被認為一個 任可為一個有創意 安全跟信任 以及第一的品牌 那接下來 我們有了這些內部集合的概念之後 我們就到我們 第二部分 也就是市場調查的部分 那調查的部分內容很多 我也是幫他做一個簡介的整理 第一個是 醫療器材跟耗材的產業 正在快速的成長 第二個是 亞太地區的成長 是非常劇烈 而且強大的 那它有四項因素 來驅動這個產業的成長 分別是靈高文化的社會 然後可能要預防感冒啊 疾病的傳染 所以他會需要戴口罩 第二個是我們的氣候變遷 跟環境危險 像最近空汙很嚴重 所以大家出門的時候 也會戴口罩 第三個是我們的 創新的產品跟科技 我們在口罩製程上面的進步 比如說大家看到說 總格0.01 這些數據上面的科技跟成長 以及第四個是我們政策的支持 在2016年的時候 公典越南有一個 醫療電子與醫療器材的高峰論壇 為了就是整合我們這些廠商 替他們做出品牌跟行銷 這四個主要的因素 正在驅動吃產業的成長 那再來是加一 為什麼打加一呢 消費者希望我們的產品 是兼具功能性跟重視性 它不再只是一般大家去醫院看到那種淡淡綠色的口罩 或是那種淺藍色的口罩 他們要的更多是有一些個性的商品 我可以戴著出門 我可以從服裝配件的部分 就像很多明星 他出門會戴爆紋的口罩 或是迷彩的口罩一樣 消費者要的是更多 再來我們發現 彩色的口罩是市場的趨勢 在我們做我們的購買商訪談 我們通商訪談的時候 都有得到這樣的feedback 最後一點的是 在口罩這個產業 日本的口罩呢 它是非常發達 不論是在產品的開發上面 或是行銷策略的宣傳上面 這個我們都有納進去參考的部分 這是我們在市場調查的主要發現 那下一個部分呢 我們也有做問卷的調查 那總共的分數呢 是1000份 包含你們線上跟街頭的問卷 我直接帶給大家 我們發現的一些重點證明 第一個是線上經營的部分 目前消費者對於CSD的認識程度 是比較高齡化的趨勢 年紀都偏高 像我們這些比較年輕一點的族群 它對於CSD的記憶度是非常少的 那針對那些主要消費能力的族群 就是我們這一代 從未來可能會繼續消費 持續消費的族群呢 用網路來當作資訊來源 消費者 CSD是必須在加強知名度的 這也是他們在過去比較缺乏的 從一個B2B的公司 只要轉變成一個B2C的公司 那第二個是沒有特別的亮點 也就是說 對於我們這些消費者來說 CSD沒有一個明確的亮點 我想到CSD 我會想到什麼產品 第三個是客製化的部分 我們在做問卷調查的時候發現 北台灣的受訪者 他比較在乎自身的形象跟他的眼光 並且比較願意接受新的事物 也許所以在未來的行銷策略上面 我們必須考慮到說 針對不同地區使用不同的策略 以及先後順序的考慮 那有了這些前面的調查以及發現之後 我們就會替我們這次重整平台 CSD這個平台有了新的定位 那下面我們會為大家解除一下 首先是願景的部分 我們的願景是希望CSD 被認可為台灣醫療耗材的領導品牌 這裡有加入了領導品牌 他們其實已經是領導品牌 但大部分的消費者並不知道 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把這個當作我們的領導 願景記錄 那我們的承諾呢 是提供有設計感的健康保護方案 health protection with style 除了我們原本就應該要有的健康保護以外 我們還加入我們的設計感 也是在前面的調查中有發現的 那在感覺的部分呢 我們希望提供的感覺是安全 值得信賴跟宇宙不同 安全跟值得信賴在醫療耗材 或是醫療器材這個產業是 一定要有基本的條件 那宇宙不同這部分呢 所以我們希望這次拿來特別凸顯的一點 那在價值的部分呢 光微對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創新 我們的不斷往前跟創新 來確保我們可以提供最佳的答案 我們不只提供安全保護 還會醫療產業害來隨時注入最新的設計趨勢 這是一個往前進的部分 再來還有我們的效率的部分 工業倉儲4.0 這也是我們必須要特別強調的部分 第三個是我們領導的部分 我們已經存在70年了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是這個產業的領導者 個性的部分呢 像剛剛我提到的 潮流的這個創新的感覺 是我們必須要帶進來的 所以等一下會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後面執行的一些方向的成果 那再來一個就是我剛剛提到 必須要有值得信賴的 畢竟我們還是身處在醫療耗材的產業 讓大家感覺到安心 安全的去購買 這個是必須要提供的 那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定位呢 以及個性呢 我們有了新的CIS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LOGO的部分呢 特別加入了許多圓弧狀的設計 來去確保我們 具備防護安全的占領功能 以及中間S的斜線設計 是向著兩隻手來牽起來 CSD洗手照顧大家的健康衛生 兩隻手這樣子握著熟悉的斜線設計 水滴型的設計呢 代表我們的經營 如水滴般的純淨跟真誠 那這個海藍色的顏色呢 是廣大寫包容的治癒色彩 它就具備了安全跟值得信賴的感覺 那這也是我們的標準色的設計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形象設計的部分 特別針對台灣市場的B2C的市場 我們設計了兩款形象設計 可以看到說 這跟一般的醫療耗材跟信材的產業 所要提供給大家的感覺是非常不同的 我們特別加入了時尚的感覺在裡面 以及我們另外一款的設計 那第三款呢 是我們針對國外B2B市場所提供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說 有很多小沒有的縮小放在我們的產品上面 我們想要主打的是說 在這樣的產品背後 有一個非常堅強跟歷史優雅的團隊 來去開發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在我們下面的那個 注視上面看到說attention in the detail 我們把注意力放在我們細節上面 只為了提供你更好的一個產品 那針對上面的這些改變過程呢 做品牌也不是只有公司幹部告示的事情 它必須是全體員工的事情 那為了讓大家了解 我們在品牌的經營上面做了什麼改變 大家未來要往什麼方向去執行 我們還有做了我們的教育訓練的課程 那就是我們總監到我們CSD的公司 去跟全體的員工教育說 我們這次品牌的定位改變是什麼 品牌是什麼 接下來的方向要往哪裡去 大家應該要朝哪個方向共同鼓勵 才可以讓品牌更加的成功以及有未來 那以上是我們這次提供的服務 接下來會由Jump繼續為大家來進行的說明 謝謝 那其實這兩張照片我很喜歡 因為品牌到底是彈條件 它是不是一個LOGO 或是它是包裝改了 怎樣這樣就這樣為我創新的品牌 我重新我已經轉型了 比較好看 那不是 那是因為說 這個是對內的一個品牌的一個重說 你人工如果不相信你的品牌 不知道你品牌給出的成功是什麼的話 那你就已經 已經敗了一半 所以我覺得說這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很開心說我們這次跟TBM合作 也跟SACON合作 他們也有提供了這樣一個教育訓練 那這教育訓練我們大概 我記得四堂課 然後每一堂課大概兩小時 然後去真的讓公司從高層到下面的人工 全部都知道品牌到底是什麼 然後你只會去執行 品牌公司所重新創造出來的一個展開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剛剛多說了一個話 那 剛剛Racer這邊提到的 他們也是經過很多分析 其實剛剛講的那麼多東西 其實是一個非常表面上的 他們其實做得非常非常細 每份寶寶都厚到 看的蠻累的都知道 不過呢 他完完全全的分析到說 我們的優點還有缺點 我覺得優點 他們一定會講給我們很開心 可是缺點 他們也講得非常明確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那他們才會衝到說 你們再來 你公司應該是要怎樣的形象 那經過這樣的這期以後 他們就幫我們創作出一個品牌故事 可是這品牌故事呢 是針對CSC CSC是我們的共識 共識歸共識 可是你下面有平台的話 那是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共識的形象 那簡單來講的 就是說 裡面大概是說 現在醫療耗材 經過SARS的那個階段以後 慢慢也變成人生用品 很多醫療的東西變成人生用品 所以我們這整個公司的focus 就慢慢轉移到這方面 只能把醫療等級的東西 帶到我們家中 這就是他們幫我們評論出來的 那 這裡會簡單帶過一些他們幫我們做的 這是我們以前的LOGAL 是不是這個顏色 真的 很紅 就很老吧 對不對 可是大概在 兩三年級 大概有幾三年級 到時候他們幫我們做出來 都會選擇 那每一個 到時候我們是選 我們是選這個 可是每一個設計都發給我們錄習 他都會弄你這樣子 看我們喜歡什麼 到時候我們就從這個瓶板 變到這個瓶板 他的感覺完全都是不一樣的 他給你的一個層面的感覺 就有機會 那這也是他們會做出來的 每一個系列的一個 一個pillage 那你知道說 你的色系要怎麼去用 那每個顏色 他選的顏色 代表什麼意義 這都是 顏色都是有心理學的 所以你跟這種 你來公共合作的時候 你就是會有這樣的優勢 然後你先身材怎麼用 然後一些規範 他們都會用你的腳 那 有了這些規範以後呢 再下一步 對 首先 應該是先從你的 LOGO包裝會先起步 會去做一些改變 可是 我們呢 是先從內部改變 因為我覺得你的團隊 你要做出這樣的一個 店主團的轉型化 你從內部就要先動 所以不管內部的一些LOGO 可能我就先馬上換 甚至說 我們的明天 你做做了一件事情 明天其實真的很重要 你對外一件客戶就是你的明天 你一家 你的新人工 到底公司 拿到明天 他明天的質感是讓他覺得 欸我真的很驕傲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明天真的是很重要 包括我們的 我們裡面 都會做一些製作啊 帽子啊 外套給我們 所以我們一直把他 我會把他 朝著 像我們比較朝有的一種方式 去做 這個是像明天影片 人家完全會買的東西 他不是很大的一個 壯國衛財 印在這邊 然後 就上樓才會變成不穿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 是我們這樣的方法去做 那在品牌的一個 一個改變呢 會是調齊本的 那都會做一些調整 例如口罩 也會壓上我們的搜尿 這些都是一些的 基本的東西 可是再來呢 剛剛有提到說 一下公司裡面的品牌 你聯想到這個品牌的時候 你就聯想到這個產品 但我不支持 我不要說 CSE就是醫療號碼 才能鬧 我要CSE 你想到CSE 就是我的口罩 所以我第一階段呢 就是把他重心放在口罩 對 我們口罩呢 其實 這個都是 這個版本以前都沒有 我們現在 你現在看到我執行的東西 全部都是在2017年執行 所以 其實還沒有做GDM 還沒有跟著剛剛合作 然後 我就把行銷團隊 訓練到 他們一旦就出來了 我上去的動 你這樣才不會讓被時間 這樣才不會讓被人 所以一開始動 他們就說 一直朝你 你是先進的 然後是 年輕族群 你要去 碰到這個GDM 所以我們做的 這些 拍攝 你在外面 賣口罩 賣耗材 你不能做到這樣 我們做的 甚至這個攝影師呢 是 他其實是末無慧的專屬攝影師 他是時尚界的 我們就是以這種角度去切入 所以在很多古典呢 其實 蠻大膽的 很多人 當我們剛開始有這個概念 路面這個概念的時候 大家要說 其實都會 有點 太誇張 是在台北車站 他們還不讓我們放 不過在高雄上就 到時候讓我們放 到時候讓我們放 所以 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什麼 你出門 你什麼都不用 你什麼都不用穿 什麼都不用戴 你只是取下一個口罩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 霸程 然後我們就是 以這樣的房子去呈現 那這個也是 我們在 在台北 中校文化站的一個 流程 那我們這裡有結合 跟姐姐合作 因為我們 我們公平排 到時候跟姐姐做一個 合作 合作 然後 然後 這也是在 這是在左營站巨蛋 你們 這個時間應該已經下來了 所以 然後我們也有跟 時尚的 其他公司去合作 因為我們有了這個底 我們這個branding的image 所以他們才願意跟我們合作 我們切入點心 這已經不是一個 要配合這個 這個時尚配件 所以這個就是 你品牌做出來 你的定義 你未來規劃 就是要造 你們多一公司做出來的 這個 那我們這個造成什麼 效果 就是 我們做出這個 這個底牌以後呢 其實我們共關公司 我們另外一家共關公司 他剛好認識 這個正經理 然後 就搖搖搖 然後 就送他口罩 他說 我為什麼要去做 他說 我沒有使心客無法衝 他說 你是不是讓我們姐姐 要不要出一種 新的單曲要考上 真的是這樣 這不是我們跟他 他不是幫我們帶來 然後 後來聊了一下 他們也看到我們頂牌 也看到我們 做的潛度 時尚感 他說要不要我們兩個 一起合作 所以 所以 在 解決這部分呢 他所拍的這個Teaser 他的MV裡面 全部都是因為我的東西 然后甚至在跨楼的时候 他有发送很多很多这个 他们叫姐姐抱货的 里面也是装成口罩的 这就是我们跟他合作的 那这都是因为我们品牌有做起来的 所以他才运用合作 然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些媒体 然后这个媒体其实都让自己在找的 因为我们没有找他 那后面有一段 姐姐谢金燕在今年高雄画棉场 压柔登场 新单曲强势付出 这个新歌是强搭时势空气污染 当时他在表演的时候是这样子戴着口罩的 他其实不只是表演 他像是在这个晚会上送的小礼物 也是结合口罩 好我们要同家带来看 其实谢金燕他大放送的口罩 是来自于彰化一家的老牌衣料材料的这个工厂 原产口罩破衣衣片 好今年又开到了彩色的口罩 也在谢金燕表演之后 全温度也变好了 第一女神姐姐谢金燕 尝试付出高雄换压轴 戴着微微的黑色口罩 大套新歌 姐姐大放送一盒盒红色小礼物丢给歌名 而这神秘小鹿正好是她的新单曲主角口罩 七彩口罩红的黄的绿的蓝的 不不暇挤口罩成的最夯的时尚配件 搭配她的跨领演出 然后赞助姐姐7块 我们彩度最高的一个彩色口罩的颜色 让姐姐在跨领的时候去做赠送 其实这次谢金燕跨领演唱 嘴上戴着和发送的口罩 都是白一支彰化 这家本土老牌衣裁场 这几年恐怖严重口罩销量创新高 年产超过1亿片 2017年又比前一年又成长大概到1亿2千万片 大概有至少过大概12到15的一个成长 强盖品质之外 跳脱传统口罩框架 抢供时尚口罩市场 开发多色系雪花格纹口罩 打造流行单品 初美的时候我也想要搭配我的心情啊 或者今天的穿作来选择口罩的颜色 光是彩色口罩一年内销量成长50% 这一回搭上姐姐新曲 跨年晚会强力曝光 询问度再飘高 你是新闻晨晨叶先生 宇宋生 台中张抱抱导 所以这就是品牌做出来后会有一些效率 那当然除了那些媒体外 我们在一些网顾的一些媒体 也都有慢慢自然地就产出了这些效率 这种exposure 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这个品牌应该要有多几小 可是这是我们因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品牌 重塑 然后搭上了一些行销 所创造出来的一些 database 然后甚至呢 其实这也很感谢TBM 这个计划的办公室 就是给我们这个机会也上了经理人展示 然后也是给我们一个画面的一个专访 然后我们在报纸等等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些我们KO到的一些利益 他们也会自行 其实这些我们都是没有配合的 像我们像这些利金 现场有一些人都知道 不过其实像这种跳跃路的人 就会慢慢演奏出现 然后也是 这些这集也是我们合作的国家 他们自己也很习惯 然后也是看到很多固化 他们实行很好 所以他们自己都会配合 然后也会有跟EA合作 EA也开始他们都会寻找 所以比较现在潮流就是 现在在讲的夯话 就是太多找合作 所以合作起来也都是固化 好 好 那在这里是简单叫做 2016、2017年 其实我们本来都是做医院的 好 因为这样53% 就是因为我们营业 它越做越大 可是这个都不是 我现在外産这种照片 因为我吃掉过一些的消灭 我本来是一个AdSense 但是每一家公司都希望有这个东西 所以当我们重新做的时候 然后重新focus你的相片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相片 好 好 那在这一次我们在 严肃通路啊 经浪14% 然后电商经浪一百五十一三 那这就是经过的 所以我看到 然后 这个其实是我们 也是Ending 不过这个是蛮妙人的事情 香港的驱诊室 看到我们在台湾这一年内 做的东西后 他自己打开说 我要买你的东西 那这个很重要的位置 因为驱诊室是在香港中 香港社会总部 如果我看到这里做得好的话 其实都有很多我万足的机会 所以我这边品牌重塑呢 其实是比较 我是从国内开始 包括 然后因为国内 我们本来有Sing and Jetson 所以 操作 它是一个Test Test Run 是不错的 但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注意到 因为全世界都会注意到 都会有机会 把你这个品牌这么万足 那这可能是BH的计划 所以 基本上 其实就是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他就是说 品牌它的一个重造型 品牌不是 不是一个local设计 不是包装改变 它是你给很多问题的产品 对 从内部到外部 后续 这些专业做很多 后续执行的东西 这个才是重的 那这个重点的话 当然很多公司传产会 担心 又花钱 或是等等 但确实 老板是实现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一到新的 我们就是被自己决定 但 执行了以后 虽然在 不管在车站 做广告 或是品牌 重新重做 可能成本也比较高 但财客 那个人 大家知道的问题 都知道这个很高 可是他还算效应 就是 很多事情 他们自己找账 那 这 成功 在我为 我觉得监视的案子 监视的比较成熟 对我们来讲 对公司来讲 是非常成功的 对公司的 特别的 对公司的 这个 财主的 人类 决定 有点 有点 有点